那一天,两个机器人抛下一切,来到了被大海淹没的世界尽头 这里是人类曾经的伊甸园曼哈顿 但现在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 乔小心地驾驶着直升机 穿行在倒塌的大楼下方 巨大的水流倾斜而下 他们终于看见了熊狮落内的地方 那是一头巨大的狮子铜像 而且这里还有不止一座落泪的熊狮 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乔把直升机停在了大厅中间 现在只要打开面前的这扇门 大卫就能变成真正的人类小男孩 但他却在这里看见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原来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大卫发了风湿地破坏着周围的一切 这一幕下的乔转身就头 愤怒已经让大卫失去了理智 直到研发他的博士走了进来 他告诉大卫 这一切都是对他的一场考验 只要大卫凭借心中的爱找到这里 就证明他拥有了人类的一切情感 而大卫也在这里 看见了更多和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有的甚至已经风箱准备出售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他纵身跳进了深不见底的大海 蓝仙女似乎感应到了大卫的召唤 鱼群将他包围在中间 带着大卫来到了那片海洋的深处 他似乎看见了一只苦苦寻找的东西 这让大卫再次燃起了希望 但就在这时 一根机械手臂突然抓住大卫 将他成功救出了水面 大卫兴奋地告诉乔 他在海底看见了蓝仙女 这时突然涌来一股强大的吸力 追兵已经赶到了 乔在被吸上去之前 将直升机调成了下潜模式 乔就这么消失在了大卫面前 两起直升机带着大卫潜入海底 把他带进了小木偶的世界 这里曾经是一片游乐园 在经过大山和大海的寻爱之旅后 大卫终于来到了蓝仙女面前 哪怕童话中的摩天伦倒下 依然不能阻止大卫变成真人的渴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祈求着蓝仙女 让他变成真正的人类小男孩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把我变成真正的小孩 但蓝仙女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就这样 大卫向蓝仙女祈求了两千年 直到电量耗尽 海水冰封 冰雪覆盖了整个世界和海洋 人类文明这时已经彻底消失 外星人掌控了整个地球 他们驾驶着飞行器来到海底 重新启动了一个机器小男孩 跨越了两千年的爱 蓝仙女依旧栩栩如生面带微笑 大卫从来没有这么靠近过蓝仙女 但在被冰封了两千年后 蓝仙女却在他面前碎成了粉末 同时破碎的还有大卫变成真人的渴望 外星人这时读取了大卫的记忆 等大卫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重新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家 他找遍了所有房间 这里已经没有了妈妈的痕迹 但他终于看见了真正的蓝仙女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外星人 给予大卫的一个美好的梦 大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希望大卫能获得快乐 大卫向蓝仙女许下了自己的愿望 把她变成真人小男孩 这样她就能得到妈妈永远的爱 但蓝仙女说她也做不到 大卫希望能看见自己的妈妈 蓝仙女说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年 除非有妈妈的身体残骸才能复活 就在大卫陷入绝望的时候 泰迪带来了妈妈的头发 没有人知道 泰迪其实也希望得到妈妈的爱 大卫拿着妈妈的头发 让蓝仙女把妈妈带回来 外星人在经过商议后 让蓝仙女同意了大卫的愿望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2000年前 从没有得到妈妈爱的泰迪 再次缝起了自己的肚皮 直到一阵敲门声响起 外星人这时出现告诉大卫 他们可以把妈妈带回来 但时空轨迹只允许复制人存活一天 之后就会永远消失 大卫依然渴望见到自己的妈妈 哪怕是和妈妈生活一天也行 外星人满足了他的愿望 当大卫打开妈妈的房间时 妈妈正安静地躺在床上 大卫轻柔地掀开妈妈的头发 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 这是大卫最快乐的一天 这一天妈妈心里没有烦恼 也没有爸爸和马丁 只有他和大卫 他们和泰迪一起捉迷藏 给大卫过只属于他的生日 等妈妈的意识快要消散的时候 他终于说出了那句我爱你 人类把爱刻进了机器人的硬盘 让机器人明白了什么是爱 可人类自己却忘记了爱的真谛 只留下了充满爱的泰迪 在两千年后孤独地守望 或许泰迪才是大卫的蓝仙女